黃之芳、羅冠聰以及周永康被上訴庭改判即時入獄 《紐約時報》評論板形容三人是香港首批能針反 更加詳異提名三人國族諾貝爾和平獎 政務司司長中建中認為評論偏頗 法律以外的影響 即是說是根據法律的事實和法律的精神去做事 這一點是重要的 外國傳聞的看法我覺得是有偏過的